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很多人没有看懂大结局 叶华没有醒 像当年杨幂、赵又廷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爆一时 那首凉凉至今好多人还在听 电视剧最后,白浅终于等待叶华俗醒 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最近重刷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大结局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三年后,叶华其实根本没有醒 本来以为两人就要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惜白浅想起了过去,不肯原谅叶华 而叶华等不到他的原谅就去封印了东皇中,死了 想想之前,叶华虽然是墨渊胞弟的转世 但是他与墨渊之间其实并不亲近 反而是有点淡淡的梳理 三生三世枕上书播出后 很多人拿着东华帝君跟叶华相比 觉得叶华是个渣男 而这次,苏醒的,不是叶华,而是墨渊的胞弟 是不是对白浅又会是另一种态度了呢 墨渊的胞弟化身叶华 与白浅有了一段爱恨情仇的纠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